点案已审到高等法院上午9点10分首度开庭 被告持续扁幕僚 马永辰 林德逊 还有前总统府专员陈正会出庭 目前最新状况连线记者可应勤 直接在点案已审到二审高等法院首次开庭 今天针对国务机要Feed的部分呢 是传唤陈水扁 前后办公室主任马永辰以及林德逊 由于马永辰呢是在这个议事的时候 被重判20年尺夺公权有10年 因此呢面对最重的情绪 马永辰并没有做任何表示 而至于林德逊呢 他是扁幕僚被判第二众的 而对于早上呢 他来到这个高等法院开庭呢 也没有针对任何的表示 至于这个在赶在最后上诉期限内 提出上诉的这个前总统府专员 也是扁家的前大账房陈正会呢 则是对于为何提上诉呢 我们问他为什么要提上诉呢 是不是担心财产被减帮扣押 他只是微微像点点头一样 是没有说任何一句话 而至于这个他们的之前的老板 陈水扁再度高院裁定 有任何看法吗 所有的人都没有做任何表示 现场这些雷射报道 时间交换棚内 好 图片您可以看到 马永辰等人陆陆续续续 是到达了高院 不过没有做出任何的说明 有这些状况随时带你了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